红米5plus详细评测 12月7日下午 小米正式发布了红米世界的两款全云屏新机 分别是红米5和红米5plus 让我们先把时间交回到2013年 那是智能手机界风云激荡的一年 iPhone 5S虚弃了苹果的传奇 Morjia卖身给微软HTC短暂辉煌之后走向低谷 罗托拉几乎是半截入土 这一年旧的手机市场合局全面崩坏 趁着工信部正式发放4G牌照 国内手机厂商们迅速崛起 华为出货量 继身全球前三项米宣布估值100亿美元 OPPO线下战略出现成效 这一年的7月31日 小米发布了第一代红米手机 并引起799元的定价再次震惊了业界 一上市便以极为疯狂的销售势头 席卷了整个中国手机市场 最终达到了总销量2207万多的成绩 一时间众多厂商都开始重新审视低端机市场 小米手机也在接再厉 不断更新了红米系列的产品线 迄今为止 红米手机累计销量已经接近两亿股 而今天我们带来的评测 便是红米系列的最新产品 红米5PLUS 在加入了全面屏设计之后 这款最新的红米 是否能延续前神迹的辉煌呢 外观全面屏加三段式金属 打破传统与传承经典 红米5PLUS一共有金 黑 玫瑰金 浅蓝 四个颜色 小编拿到的是浅蓝色的4GB 加64GB版本 简洁而富有冲击力的大红外包装 包装盒背面有一些简单的配置信息 包装清单为充电头5幅2A 小米现在已经开始全线附设回胶套了 另外 红米5PLUS的外包装盒 盖子卡得非常紧想取下来还得飞一番劲呢 完全没有小米诺格3包装盒那种 抽开盒盒时顺滑的阻力感 不过毕竟是前级我们也不能要求太高 几辆屏幕便是红米此次升级的最大亮点了 一块5.99英寸 圆角18比9全面屏 面率为2160x1080 从观感上来讲 18比9屏幕确实要比传统的16比9屏要更好 既能给人屏占比很高的感觉 还能增加显示内容 同时不影响单手握持感 盒头处 从左到右 因此是流光灯 传感器 听筒 此外 电量上方还有一个白色的隐藏式呼吸灯 红米5系将红米一贯的三大金刚键 由实体键改为虚拟按键 米UI内可以自由设置或隐藏或者显示 不过留着这么大一个下巴 什么都没有 纯粹是未能和顶部对齐 红米5plus依旧搭载了红外发射器 小米手机这个功能 备受消费者 特别是学生消费者的欢迎 无数同学表示 去自己试试 自由开空调 简直是美滋滋 另外 细心的网友已经发现了 红米5plus顶部三个开孔 都不在同一个视频线上 咱们上的通讯 可能会有些受不了的 左侧边框 上面有一个三选二卡槽 支持双nano sim卡 或者是micro SD存主卡 加nano sim卡组合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官方虽然称 移动连通电信 可任意搭配时 其实主卡为电信时 副卡仅支持移动连通 并且仅支持2G 当主卡为移动连通4G时 副卡仅支持连通使用3G 右侧边框 偏上的位置为音量键 加电源键 按键比较硬 按压反馈 非常及时 底部边框为 麦克风充电或数据接口 和扬声器 红米5Plus 依旧采用了micro USB接口 这是一个比较遗憾的地方 在2017年末 这个时间 除了控制成本 小编再也找不出其他理由了 红米手机发布了这么多代 三段式金属配板 算是红米家族的设计了 红米5 其保留也在情绪之中 另外红米Note 4X的蓝色 估计也卖得不错 古代加入了这个配色 针机上手 还是非常好看的 红米5Plus的背板 由中部向边框 六位弯曲 过渡也十分自然 加上圆弧倒角 和被全面屏拉长的机身 尽管拥有5.99英寸的大屏幕 握持感依旧十分的舒适 总的来说 全面屏的加入 让红米5Plus 在颜值方面提升了不少 但依旧保持了 红米系列的一贯风格 虽然显得创新不足 不过在气缘机这个价位上 取得外观和用料 都很不错的平衡 自从2016年11月 搭载光风骁龙625的 红米4发布 到现在已经过了一年的时间了 红米5Plus居然还是骁龙625 虽然625被称为一代神优 但岁月不饶人 不知道骁龙625连颇老蚁 尚能犯否 同为使用 骁龙625的手机 红米5Plus和梅兰诺特6 两者差距并不大 抛开跑分时的干扰因素 可以说是实力相当的 游戏测试 使用的依然是王者荣耀 虽然不如从前那么火热 不过自带帧帧数显示 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参照 无论是普通作战场景 还是全球场景 基本能够保持30F所用 总的来看 经过一年的开发和优耗 虽然龙625这颗芯片 已经被厂商炸到极致了 应付日常使用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红米5Plus在拍照方面 使用的是500万像素前置和1200万像素后置组合 而且两颗上头都是使用OVE的触感器 后置上头的触感器型号 之前在小米5S上曾经使用过 那么红米5Plus已经经过调校一次的镜头 能够拿出什么样的成绩呢 我们来看看实际样张 红米5Plus后置上头有F2.2过串 虚化效果还是不错的 远景方面 红米5Plus倒是超过小编的预期 北方冬日下午三四点的阳光 将落未落 河面倒影和河边的柳树 远处的楼房静静处理 有种半阳光半烟柳的悠悠画面感 大逆光场景 手机直面阳光 拍摄界面可以一键启用HDR 大幅提升拍摄质量 另外在拍摄过程当中 小别发现 OVE Plus在默认模式下 会自动捕捉脸部 一旦捕捉到脸部 手机就会强行拉高画面亮度 夜晚大楼得益于1.25微米的单位像素 红米5Plus夜拍画面非常的纯净通透 亮度也非常高 但是对灯光的控制一般 射灯的灯光有一些散 和之前的大楼一样 红米5Plus的亮度不错 画面纯净 但是亮度细节出现了过曝 作为主光源的灯箱 完全看不清画面了 夜晚灯光复杂的大楼 作为气渐机应付起来 就显得非常吃力 玻璃墙过曝严重 在智能美颜模式之下 妹子的皮肤变得更白 整体拍上去并没有大FPS 整体观感非常自然 而且解析力不错 总的来说 红米5Plus拍摄的照片 继续度很好 而且画面亮度很高 在夜晚也能保证 较好的画面纯净度 从前击角度来看 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实力 但夜景拍摄非常容易 出现因为拉高画面亮度 而导致的过高情况 溺水满害 红米5Plus搭载4000毫升电池 从纸面上来说 续航应该至少亮屏7个小时 才值得起这么大的电数量 我们通过跑分和模拟日常使用 两个方法来看看它的实际表现 具体项目为 WiFi下游戏一个小时 在线视频一个小时 微博半小时 在4G网络下 微博半小时 在线视频一个小时 总计4个小时的取航测试 测试结果还是批准而惊喜的 在不间断亮屏联网使用4个小时之后 电量还剩62% 保守估计 红米5Plus的亮屏使用时间 在10个小时以上 重度使用坚持一天 也完全没有问题 红米5Plus仅配一个 552A的充电头 加上4000毫升的电池 充电速度估计一般 最终结果也正如所料 从1%到100%的电量 一共花费了210分钟 充电速度 折时不怎么样 索性电池续航 还对得起这个充电时间 总结 若用一个词 来概括所有红米 切心为始的20余款手机 那肯定是性价比无异了 红米5Plus有性价比吗 答案肯定是有的 现在大部分人 购买手机 无非是三点 颜值 性能 拍照 红米5Plus 比较接近于上一代的红米 变化最大的就是在性能上 升级全面屏 带来到观感体验 最明显也最直观 红米5Plus 红米5Plus 电口 空虚 台